大家好, 我是Data 一直以來, 我好少介紹火鍋, 因為一個人比較難去食火鍋 但今集會介紹一間位於福田市中心的火鍋店, 食足空間火鍋 食足空間火鍋特別之處, 它度身訂做給一個人去食的火鍋店 餐廳是6月2日開張, 已經抖音有一定人氣 食足空間是一間日式火鍋店, 看上來跟一蘭非常相似 餐廳環境好乾淨, 但空間非常細, 通道亦非常窄 坐滿客人後, 通道更窄, 出出入入都比較勉強 除了日式風格外, 還有全自助式的火鍋, 大部份都要自己做 不論是飲水或加湯,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全餐都會好少見到服務員 每人有一個獨立座位, 整個設計跟一蘭差不多一樣 我覺得坐得不舒服, 好有壓迫感 好處就是有一個獨立空間 對於拍片來說, 全程都不能留意我, 可以放心慢慢拍 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吃, 就可以打開一部份, 感覺上沒有自閉 每個位置都有一個個人的火鍋爐, 相當輕巧 因為座位空間有限, 所以有一個掛包的位置 座位上有紙巾, 下面有垃圾桶, 可以說是用盡每一個空間 當大家有需要時, 就可以拉拉繩子, 服務員會打開窗簾幫你 好多人都是一個人去吃, 當你暫時離開座位, 例如洗手間時 記住打開我抹吃好這個牌, 服務員不會收東西 如果大家擔心弄髒衣服, 就可以穿上圍裙 但我見不到其他人穿 先介紹交通, 由福田口岸坐地三個站到江夏站 要在匯展中心轉一次車, 在A出口上地面, 立即U-turn 向前行, 前面路口位轉右, 再向前行 好快就見到小原理, 上二樓就是食足空間, 一兩分鐘就到, 非常快 每一個座位旁邊都有用餐提示, 教人怎樣點菜, 提醒客人要保持安靜 大家可以用手機點餐, 再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寶利付錢 付完喘後, 服務員會先上湯底, 其他食物後上 大家可以先準備醬料碟, 醬料選擇非常多 有14種醬料, 大家可以慢慢攪出適合自己的醬料碟 筷子只有一對, 就沒有分開三熟筷子 我選了青油麻辣鍋, 12元, 服務員會打開窗簾, 再上湯底給我 青油麻辣鍋會越煮越辣, 辣椒味會慢慢滲出來 再過一段時間, 服務員才會一次過上齊其他菜 大家見到這幾樣食物, 份量非常少, 已經需要111元 再一介紹, 第一樣肥牛肥羊拼盤, 36元 各五大塊, 平均3.61塊 如果說肥牛肥羊質素是非常高, 脂肪比例相當多 肥牛比肥羊更大, 兩樣食物都是又香又好食 除了價錢非常貴, 就沒有什麼缺點 第二樣, 重慶毛肚, 18元, 份量少得可憐, 只有四五塊 煮毛肚只需要七上八下, 可以煮熟毛肚 毛肚非常爽口, 加上麻辣湯底, 非常夾, 又辣又爽 第三樣蝦滑, 16元, 份量比較合理 蝦滑除了攪碎的蝦肉之外 亦都有少量蝦肉粒, 可以增加不同的口感, 非常不錯 第四樣, 蟹黃麵, 5元, 蟹黃麵就好似超力意面 質素比不上出前一丁公仔麵 蟹黃麵的麵餅只有63克, 份量不多, 而且質素一般 我就叫了一杯飲品, 奶蓋西瓜, 24元 奶蓋味道好淡, 好少試到這麼淡的奶蓋 但西瓜沙冰非常清涼, 幾好飲 不過奶蓋和西瓜沙冰的味道不太夾 全餐111元, 我大約一半飽 如果想吃得飽, 大約需要200元左右 食足空間的環境實在太逼劫, 用200元去食火鍋, 完全無道理 今次我絕具不建議大家去試食, 希望大家不要忠福 看完影片, 大家記住看完留言 因為好多師兄師姐都會分享猛料給我們 亦都是我和大家交流的好地方 逢星期一三五, 晚上六點鐘, 我都會準時上片 多謝大家支持